我们是中国最强女孩 这个节目给我们的中国女团一记祝福 来自女团的祝福 其实这个节目最特别的是 所有的创始人就是在座的你们 就是正在收看直播的你们 你们就是创始人 所以这个节目的命运 其实掌握在你们的手中 今天你想要谁能够成团出道 就是用你们的手给他们加油 给他们鼓励 但是就像刚刚彦斌老师说的 每一个女孩站在这个舞台上 都值得被尊重 值得被好好的鼓励一次 因为这是他们为他们自己的人生 跨出一步非常重要的一步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努力 不管结果如何 他们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 就算最后没有成团出道 他回过到人生终老 然后回顾这一块的时候 他是没有遗憾的 所以我们应该为这样子的精神 祝福跟加油 OK 每一个创始人为自己鼓掌好不好 因为接下来 女团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每个人的手中 好 接下来 杰哥 让我想想啊 我觉得 我综合了一下我从以前初到04年到现在 我想了一句话 我觉得也许有那么一个时候呢 你们会觉得生活非常的痛苦 很绝望 会活得觉得很压抑 然后也会觉得很难受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你们就要对自己说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长大的 像那种 叫什么 就是享乐啊 那些都是中年以后的一些事情了 对吧 我觉得当你在年少的时候 你所受的苦 忍的痛 扛的罪 担的责任 都会变成你们前面的那个光 照亮你们的路 OK 总结一句话 享受天伦之乐 就变成杰哥这个位置再说吧 OK 好 涛涛 说祝福的话 对 祝福的话 反正我觉得这个节目特别的良心 我觉得特别的良心 是 接赞 我们在录的时候觉得很好 我觉得就是包括给女团的 所有的练习室也好 还是住宿也好 我觉得特别的好 弄得我也有时候特别想去当练习生 坐在这练习什么的 反正最后也没什么想说的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节目 选出你们喜欢的小姐姐 然后大家好好支持这个节目 然后希望每一个带有梦想的女孩 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完成你们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这个舞台能够成就11名 当你们看完这个节目之后 我希望你们的人生你们的梦想能够跟他们一样 虽然不属于这个舞台 但你们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涛涛的祝福 涛涛在微博上还表扬了我们女孩子的宿舍 说自己也想来一间 太美了 太美了 你内心是祝了一个小公主吗 她有少女心了 我特别喜欢 设计师推给你 OK 好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 冰冰的祝福很重要 因为她不光是我们的唱作导师 她还是我们节目的音乐总监 来自音乐总监的祝福 首先我是觉得 这些女孩很幸运 她可以在这个时代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有梦想的人都是很幸运的 她可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 她知道明天要干什么 我要去哪里 我要做什么 这件事情是很快乐的 所以她来到这里 我觉得她们已经成功了一半 第二个是说 这个节目帮她们筛选出来了一批 在全中国命运相同 梦想相同 以及有共同爱好的好伙伴 所以她们可以天天生活在一起 在一起训练 我觉得这是一个太令人向往的事情 因为你聊的东西都是你喜欢的 所以每天的整变化都是我们所经历的 所以其实这些事情是 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大学生活的人 所以我对她们这样的生活 我非常非常的羡慕 然后第三就是说 我觉得来到这个舞台上就不要客气 因为她其实这个舞台是一个 真实的娱乐行业的一个写照 她最后的C位就只会有一个 11位也只有11位 不会有101个 但是你要拼尽所有的努力去获得 我相信努力的人会越努力越幸运 我觉得不管走到哪里 她们每个人走到哪一步 在ending的那一刻 一定还是刚刚那句话 一定值得一次全场起立的掌声 好 越努力越幸运 但每一位努力的人都值得被尊重 OK 一博 我就简单的说一句吧 算是一个总结 我希望创造101能够不负期待 然后创造101的女生们能够不负好时光 好嘞 OK 也期待着我们每一位导师 在我们的创造101当中 有着不一样的peak 有着不一样的风采 让我们看到了更多 来自于创造101独特的眼光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每一位导师 谢谢他们 期待你们的表现 请你们移步到我们的副舞台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